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热搜第一,杨子演技,是对一个演员这么多年努力的最高赞誉。 亲爱的,热爱的可谓2019开年以来最甜的热播剧了,杨子饰演的软萌少女童年于李线饰演的高冷大神韩商严, 每天各种高甜撒狗粮剧情,把铁杆粉的小心脏挠得痒痒的,胃口吊得死死的,天天上热搜,囊括各种热搜主题, 全网关注度直线上升,燃爆了这个夏天。 但是,昨晚杨子醉酒以后发生的是,对杨子的人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。 是什么样的飞跃呢? 因为这场醉酒的戏杨子已经从偶像派华丽晋级到演技派了, 这可是对一个演员实力的认可,是对演员最高的赞誉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请看下面分解。 昨晚,杨子醉酒戏播出后,关于杨子演技的话题,迅速登上微博热搜话题第一位。 为什么这么爆炸?杨子到底是怎么演的? 往下看。 昨晚杨子喝酒了,就是那种三度的啤酒。 对于一个19岁的软萌妹子来说,千万别让她喝酒。 因为喝完以后她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杨子演技,热搜第一。 不好意思,喝多了,把心底的实话给说出来了。 应该是喝完以后她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寒伤炎是她的,整个地球都是她的。 醉酒以后的杨子,简直就是童年本年。 杨子将那种第一次喝酒时的表情演得唯妙唯笑,像急了小时候偷喝大人啤酒的我们,内心分明感觉又苦涩又难喝,还要硬着头皮说好喝,硬装大人的样子让人好心疼。 人常说酒后见人品,酒后吐真言,我们的杨子果真不负众望,酒后都做到了,将可爱甜萌发挥到了极致,无论是嘟嘴,傻笑,翻白眼,还是那用力一挥将寒伤眼甩到了隔断墙上。 Done一声,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疼表情动作,都精准到位一气呵成,内心的喜欢一点没藏住,沾人程度满分。 让韩商严紧张流汉手足无措,直到最后让韩商严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,以摸头杀完成了这段亲密接触。 这段同年最久调戏韩商严的戏每一个镜头都将两人的CP感向前推进一步,贴脸,环抱,跟进卧室,让高冷的GUN神一步一步缴械投降,甜得我全程一脸一目笑。 两人的感情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,大家对杨子的演技也有了突破性的认可。 铁杆粉们高呼过瘾,更有网友表示,杨子的发挥一如既往的优秀,台词功底扎实,演技自然不作作,20多岁的年纪去饰演少女,丝毫不让人觉得跳戏。 这届观众胃口越来越大,对于很多颜值在线,流量巨大的年轻小花,小鲜肉的演技总是充满了怀疑。 能得到大众对演技的认可,杨子作为90后小花蛋可以说是实力非常突出了。 从《欢乐颂》中的小蚯蚓,到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中的童年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努力,越来越认真的杨子。 十年磨一剑,杨子这么多年的努力,终究获得了认可。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表现,看好你哦! 据说今天亲爱的、热爱的豆瓣评分开始上扬,出现了逆袭的趋势。 难道是因为昨晚杨子的演技加分了吗? 杨子乔新评论区互动,土味情话不断,杨子,你这样说会让我沦陷。 最近的杨子还真的是非常的活跃,经常出现在网络上给我们惊喜, 先是发各种自拍,后面更是给我们晒出了他的营养餐, 让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他自己的生活。 而且他还与粉丝们在评论区互动了起来,还把好姐妹乔新都引过来了。 乔新在评论区回复称,多发自拍少发菜,你的自拍就是美味。 这一波彩虹屁,虽然看起来有点肤浅,却是说到粉丝们的心坎里去了。 粉丝们纷纷表示赞同,还有一些网友则是表示这部剧同样也是用于乔妹。 确实谁不想看两位大美女的自拍呢? 被乔新这样调侃之后,杨子怎么能忍,直接一句, 你这个女人你在这样说话会让我越来越沦陷。 这两位的土味情话是出自同一个师傅的吧? 说起来一个位的。 而杨子还回复了几条楼下的评论, 有个网友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杨子这样能吃饱, 杨子则是非常客气地回复称可以的。 当然大部分网友对这句话持怀疑态度,小鱼也是。 而且还有一个小亮点,就是杨子的账号地址显示的都是在浙江的, 此前他就一直晒出图片声称在浙江拍戏, 现在看地址果然是在浙江。 原来他和小闺蜜还有网友们的互动都是本人亲自回复的, 想想还有点小开心,那些被翻拍的网友真的是太幸福了吧。 实名羡慕了。 不过更羡慕的还是杨子和乔欣之间的友谊, 他们拍摄欢乐颂都过去这么久了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, 真心姐妹花。 而提到杨子最近关于他的瓜也是一瓜接一瓜, 有吃不停的瓜。 不久前就有消息传出杨子合成, 一主演的大型古装电视剧《沉香如蟹》即将在6月或者7月开播的消息。 但是很多粉丝们对此则是保持怀疑的态度, 毕竟说播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 不过这边的瓜还没有吃完, 那边又有新的瓜传出。 近日,有八卦博主报料称小说《陈瑜记》将会影视化, 而且称阵容还非常强大, 由杨子和张若云主演。 如果真的是他们两个主演的话那还是挺强的, 两人都是娱乐圈一线的演员, 演技都非常在线。 而目前在豆瓣上已经可以看到这部剧关联上了两人, 似乎真的有想要饰演的意思。 据了解,这部剧是首部以吴岳争霸为背景的女性谍战古装剧, 主要讲述的是吴岳争霸期间, 岳女赵青青和孙义并因意外被卷进列国的纷争之中, 最终两人相互扶持, 共同抗争命运的故事。 但是网友们对于杨子是否出演这部剧还是持怀疑的态度, 毕竟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部剧传出由杨子主演, 但是到最后又有几部是真的呢? 所以这种挂可不能轻信。 不过只要你一直留意杨子, 那么自然就知道他将会出演什么剧了。 最后, 还是希望长相思早点拍完《沉香如谢》早日开播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